女團TWICE的成員Momo因為出眾的舞蹈實力 總是帶給粉絲帥氣的舞台 但私底下個性也有呆猛的一面 身為日籍成員在出道初期 韓語略顯深色的她 在努力練習後韓語突飛猛進 但卻在講母語日文的時候 不斷卡詞腦袋當機無法反應 頻頻向同事日本人的Mina求助 甚至將東基念成了京都 引來隊長至少崩潰的吶喊 用日文糾正Momo的場面 讓Mina在一旁忍不住笑場 在粉絲配的特效剪輯中 顯得格外不知所措的Momo 也引來眾多網友留言表示 在國外活動久了真的會忘記母語 擁有鄰國語言能力的Momo 讓人產生共鳴實在是太可愛了 questa就是了 這是我的 dating 我還在講母語言 我們等你